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虽自建到中国电设银行证券部工作 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高情商 很快在证券业混的风生水起 最高十亿天的交易额达到了六千七百万 但就在他头上光环越来越多时 他自己也开始不安于现状 起了小海经商的念头 他也确实有着经商的能力 下海期间 他把二十万变成了三十多个亿 然而他却在这个最为荣耀的时间断起了杀薪 原因竟然是因为和他一起合作的炒气 获得刘汉的劝告 因为当时国家粮食部门在往四川发高亮 刘汉劝他赶快平仓 但原保景依据自己的自信 结果亏了九千多万 他把这次的亏损怪罪于刘汉 对刘汉非常痛恨 决定故人杀了他 他请黑道的李海洋去暗杀刘汉 但刘汉也不是制作的 在李海洋杀他的过程中很不顺利 一枪打偏了 另一枪被刘汉的保镖挡掉了 后来再去杀刘汉就更困难了 即使原保景请出了行政大队对上汪兴 结果汪兴不仅没有帮他杀掉刘汉 法男还以此为要挟 多次逼迫原保景给钱 最后原保景一不做二不休 找人直接杀了汪兴 汪兴可是警方的人 他的死很快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加上有人暗地里举报 警方很快把嫌疑锁定在了原保景身上 天网恢恢 疏而不怒 即使原保景再有钱 他也要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 调查小组很快将他捉拿归案 即使他愿意捐出五百亿给国家 也不能减轻对他的刑罚 最后他被以注射的方式执行死刑 他的妻子为了原保景奔走相告说道 某种势力想要原保景的命 但是这股势力至今依然没有答案 有钱固然是好 但希望有些人不要被金钱冲昏了头 毕竟生命是平等的 尤其现在这个法治是会 更不要致望用金钱去换取人命 原保景的死不是偶然 他是在自己被多人吹啃的情况下 迷失了自我 在金钱的漩涡中丢掉了法律一时 他犯下如此发错 叛出此刑是书应该